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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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要談的是第二章第三節的第二部分 這個第二部分事實上就是整個第三節的後半 也就是從第三小節開始 第三小節 第四小節以及第五小節 既然如此 所以我就把我們在整個第三節這裡做一個說明 在第三節的第一小節的最後面 他問了好幾個問題 那麼這些問題事實上也是他自己要回答的問題 雖然他在第一小節的最後面 他談到他說他把這個當作學生的作業 讓他們回去寫 但在另一方面 在我們的書裡作者 他自己也要回答這個問題 那麼他所問的這個問題裡面包含了 比如說 What does it mean to have wisdom How is his knowledge of his ignorance kind of wisdom How can it be that poets don't know about poetry that politicians don't know about politics that craftsmen don't know about their respective crafts 這些都跟知有關對不對 就是蘇格拉底知道他自己的無知 那他現在在這裡問的就是 那到底什麼叫做知 什麼叫做智慧 那麼為什麼你說一個詩人不懂詩 不知道詩 政治家不知道政治 這個工匠不知道他個別的工藝 那這個所謂的知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那麼在上個星期我們進入到第二小節 在第二小節那裡我們說了 就是他舉了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就是醫院是做什麼的 醫院是為了什麼 What is a hospital for 那問了這個同學 這個同學寫了一篇報告 這個報告讓他去問醫院裡面的醫生 護理師甚至護理師的助理 以及行政人員等等 問了很多的人 那事實上沒有一個人能夠 給出一個很好的回答 沒有人能夠給出很好的回答 那麼這個不能夠給出很好的回答 其實牽涉到你怎麼在醫院裡面 做你的事情 只有搞清楚醫院的目的是什麼 你才能夠理解 你在醫院所做的任何的事 是如何的能夠符合這個目的 那或者的話 就是說你可能對病人很好 但是你對病人很好 很可能只是什麼 只是你的待人處事方面的做法而已 或者你只是把它當作 醫院是某種服務業 所以呢你就用這樣的態度來對待它 而不是你很清楚的知道 一個醫院的目的是什麼 那麼如果在醫療院所裡面的醫護人員 都不見得知道醫院是為了什麼 那麼我們可以這樣說 同樣的 詩人也許他就是什麼 靈感來了他就做詩 那他也不知道做詩是為了什麼 他是完全憑著他的自己的某種本能在做詩 那麼如果人是憑著他自己的本能在做詩 那麼這就好像什麼 動物憑著他的本能 老武憑著他的本能打獵 長頸路憑著他的本能吃樹葉以及等等 他們事實上並不知道那是為了什麼 那我們常常說 哲學是為了認識自己對不對 那我為什麼要認識自己 我很清楚我自己啊對不對 我自己的個性 我自己的容貌 我自己的能力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把第二小 在第二小節那裡所問的問題 What is the hospital 4 現在你問的就是 我的人生有什麼目的 如果你並不清楚你的人生有什麼目的 你就不能夠知道你所做的 你在生活當中所做的這些事情 有什麼意義 這個你對別人好 很可能只是什麼 出於一種禮貌 或者是出於你的個性 但是你並不知道 對別人好 跟別人和諧相處 有什麼樣的意義在 那麼如果從這方面來講 那事實上沒有人真的認識自己 當他並不知道他生活的目的的時候 就好像醫院的醫師不知道 一個醫院的目的是什麼的時候 那麼他也只是什麼 憑著他的感覺 在醫院裡面做事情而已 那麼如果從這方面來講的話 也許蘇格拉底要問的 這個所謂的知 那麼就牽涉到這一點 而這個知呢 需要透過反省 對不對 需要透過檢查自己的人生 來掌握到自己的目的 從而他活著才會有他的意義在 這個也許是他在第一個問題那邊 也就是我們在上個星期的最後 所看到的他所要討論的主要的內容 那麼在第一小節的後面 除了他在這裡我們所看到的這兩個問題 就是第一題裡面的兩個問號之外 那他還繼續的問了一些問題 他說 那麼在第二組的這個問題裡面 他同樣的有兩個問號 那麼他所問到的是關於蘇格拉底 對不對 是關於蘇格拉底 就是蘇格拉底到底人家這樣告他 告的有沒有道理 因為最後雅典的審判 是認為蘇格拉底是有罪的 所以蘇格拉底到底是謙虛的人 還是驕傲的人 是一個虔誠的人還是不虔誠的人 那麼這個是進一步要去釐清的問題 因為蘇格拉底所講的那些話 顯現了他似乎相當的驕傲對不對 他所說的那些話很可能是一種欺騙 而並不是老實的 那麼很可能他所教授的這個哲學 其實是這個腐化人的 而不是真的這個對於這個城邦有幫助的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人家告他就有他的道理在 那麼在第三節的第三以及第四小節 他其實主要的就是要回答這個問題 那麼尤其在第三小節這個部分 他主要講的就是 就是我們在第二小節的地方 那個所談到的 第二小節在書裡面 二十六頁那個瓜糊裡面 他就提到蘇格拉底所講的這句話 這個是他在《Apology》這個 柏拉圖的作品裡面 當他在為自己做辯護的時候 他對大家所講的話 那麼這個我們當時在提到他的時候就講到 就是這其中常常就被簡化了 抽出了中間的這個部分 也就是我在頭影片裡面用紅色的標示出來的 就是這個 the life without this sorrow of examination is not worth living 那我們甚至還可以把這句話 在這個更加的化繁為簡的 就是把它修飾為 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未經檢驗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 那麼這句話實際上是成為蘇格拉底的 許多句的名言當中的其中的一句話 就是人生就是要不斷的檢驗自己 那麼這個檢驗自己包含了 就是你被生到這個世界來 這個時候沒有目的沒有意義對不對 沒有任何的這個價值的好壞善惡 但是在過程當中他開始出現 並且我們會開始加以反省 在這個反省的過程當中 才會形成他自己的目的 那麼對於蘇格拉底來講 我們必須要這樣的檢驗自己 並且透過這個檢驗 生命才值得活下去 那這樣的一種想法 現在在這個蘇格拉底的 就是他在雅典城邦這樣子的對大家講 常常會被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驕傲的話 為什麼人生一定要去檢驗自己對不對 所以蘇格拉底會不會有問題對不對 他的這個說法是不是能夠讓我們接受 那麼這個是在第三小節要討論的一個課題 那麼我們的書裡面就講到 他說他在大學念書的時候很快的 他就念到了蘇格拉底所講的這句話 而且我們書的這個作者 他談到他說蘇格拉底的這句話 在二十七頁這一小節的第三行的地方 他說the expression 就是蘇格拉底的這個表述 to me formed my inchoid sense of philosophy's value into a lightning bolt of meaning 那麼他說這個行程對他來講 變成的是一個什麼 好像一個閃電一般打中了他 讓他感到非常的震撼 同時也讓他覺得非常的可能發人深省 所以他說這是一個意義的閃電 意義的閃電 那麼讓他看到哲學的價值是在什麼地方 但是他說其他的同學未必聽到這句話 都覺得是很有這個對他很有啟發的 那麼有一個同學呢 他就來挑戰這個說法 挑戰這個說法 那麼這個就是在這一小節的第一段 他所提到的 那麼他說他班上的一個同學 出示了這個一張照片 那麼這張照片呢 是一張金氏世界紀錄的照片 這個金氏世界紀錄呢 這個記載了各種世界之最 那麼其中一個呢 就是世界最重的雙胞胎 這樣的一張照片 然後這兩個雙胞胎呢 這個坐在這個一部機車上面 一部這個Honda Motorcycle 那看起來什麼 就是笑得很開心 就是小朋友這個所呈現出來的樣子 那麼這個同學 用這張照片說什麼呢 他要說的就是說 這兩個金氏世界紀錄最重的雙胞胎 他們看起來很快樂對不對 那麼他們呢 看起來不像是哲學家 但是他們過得很好對不對 那你要說他們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嗎 這個是在這張照片裡面 就是他的這個同學的一個挑戰 那他的這個說法隱含了這樣的一個含義 這個含義呢 就是我寫在頭影片上面 也就是這一段的最後 他說 Can people live worthwhile lives without philosophy 他說人沒有哲學就不能夠活得有價值嗎 一定要哲學嗎對不對 如果哲學就是什麼 不斷的在檢驗自己啊 反省自己啊 人生要過得那麼痛苦嗎 Can people live worthwhile Worthwhile lives without philosophy 然後他說 Can ignorance At least sometimes be released 那麼接著他就說 無知難道就不能夠得到福氣嗎 就不能夠得到福報嗎 就不能夠得到這個上帝的恩寵嗎 這個意思就是說 為什麼人就一定要把自己搞得那麼辛苦 搞得那麼有知 那麼這當然是一個什麼 對於蘇格拉底 或者在某個意義上 如果蘇格拉底代表了哲學的話 那麼這個當然就是一個對於哲學的挑戰 這個人是不是活著一定要這個具有這個哲學 那麼這個是在第三小節這裡 我們所看到的他要處理的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事實上就是連到蘇格拉底所講的 就是一個不經檢驗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 人生真的一定要經由檢驗嗎 那顯然的並不是很多人都認同蘇格拉底的這個講法 包括蘇格拉底活著的時代的雅典的公民 也都不見得認同 那麼為什麼在這個現代的世界 我們所有的人都要認同 對不對 有人就表達了他的這個不認同的想法 好 所以在這一小節我們要處理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在書裡面呢 他談到了這個菲斗 菲斗 這個菲斗是我們到第五小 第五節的時候我們才會講到的的另外的一個這個柏拉圖的對話錄 那麼在菲斗的那個對話錄裡面蘇格拉底已經面臨死亡了 那蘇格拉底呢坦然的面對他要被處死這件事情 然後他在那邊呢他講的這樣的一句話 這個也是他其中的一句名言 他說 Philosophy is nothing but the preparation for days and die 他說 哲學呢其實就是為死亡做準備 哲學其實就是為死亡做準備 這樣的一句話 那麼在這句話的後面 他有一個瓜符 這個瓜符呢是我們這本書的作者 Samuelson 他的老師曾經講過的的話 那麼這句話呢叫 No way to recruit majors Recruit 就是部軍隊裡面 這個募兵制 那麼招募 招募士兵 那麼這個叫 recruit 那他這句話說 沒有辦法招募 majors 在軍中是比較高的階級 在這個蘇菲的世界那本小說裡面 就談到有一個 major 有一個少校對不對 那麼後來我們發現在蘇菲的世界裡面發現說 這個故事其實是少校寫給他的女兒 Heardy 的故事 蘇菲只是其中的一個人物而已 所以蘇菲的世界其實是少校的世界 那 major 是少校對不對 那這個 Samuelson 的老師他說 沒有辦法去招募少校 沒有辦法去招募少校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士兵是可以招募的對不對 你想要募兵很簡單 加錢對不對 越來越多的錢就可以募到越多的士兵 那如果譬如說台灣現在要從真兵制改成募兵制對不對 那你就要什麼給阿兵哥很好的待遇 那如果現在這個兵員還是不多 那你就要什麼給更好的待遇 那但是不管怎麼樣 只要你錢給的夠多 那你總是可以招募到更多的士兵 但是他說像少校這種比較高級的軍官 這是沒有辦法用招募的 為什麼 因為這些軍官他們成為一個少校 他常常是什麼 經歷了很多這個軍隊當中的事務 所以他不是用錢就可以買得到的 這樣的一種情況 簡單的說士兵可以招募 少校是無法招募的 這個是no way to recruit major 的意思 所以這裡就是一個對照 這個對照就是什麼 就是士兵跟少校不同 士兵是可以招募的 少校沒有辦法招募 那了解這句話的意思 那個繁體制的綜藝本本翻成說 重要人物不是靠招募得到 這個意思是符合他所要說的 但是簡體制的綜藝本就翻得完全跑掉了 他說哲學專業簡直沒辦法招募了 這個講的可能是這個 當前的這個哲學系的現況 但這個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這裡沒有什麼哲學專業 這個major 像這麼高的東西 是沒有辦法去招募的 那他用這句話 他放在官服裡面 他用這句話 要講什麼呢 事實上這句話跟前面的 Philosophy is nothing but the preparation for days and dying 是有關的 哲學是為死亡做準備 死亡這件事情 他非同小可 他就像少校一樣對不對 人生的某些快樂 就像士兵一樣是可以招募的 就是我們所謂的小確信對不對 你今天多花一點錢 吃一頓比較好的一餐 或者是你可以去買 你想要的比較貴重的東西 那些花錢就可以解決 就好像要招募士兵 你只要活庫肯花錢就可以解決 但是你現在要打仗 少了少校 少了比較高級的軍官 你沒有辦法用錢去解決這件事情 同樣的 死亡這件事情 沒有辦法用錢就可以解決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少校無法招募 他所要的所要說的 那麼現在如果哲學的 哲學這件事情 他牽涉到人生的意義 人生的目的等等 那麼這些呢 都跟什麼生命的終了 是有關的 人到了生命的終了 他回顧他這一生 他是否過得有意義 有目的有價值 那這裡面就必須要什麼 就必須要 是你自己在這個活的過程當中 這個做過足夠的思考 才能夠安然的面對這個死亡 那麼在這件事情上面 他就不像是 我們在上一段看到兩個 這個金氏世界紀錄最重的雙胞胎 坐在機車上面 得那種快樂或者是高興 因為那種快樂或高興 那種生活的小確幸 很容易就可以招募得到 但是死亡這個問題 不是用招募的這種方式 不是用多一點錢就可以得到的 這個大概就是他在這裡面所要說的 了解這一點 那我們就可以來看看 他在下面接著所提到的 也就是在27 月的最後一段的第四行 他說Among other things This statement means that philosophers must confirm the fact of their death 他說這句話說了很多東西 但是其中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什麼 就是哲學家絕對必須要面對死亡這個事實 這個沒有一個人能夠去說他學哲學 可是他能夠完全不管他自己的未來會死亡這件事情 那麼面對死亡其實也是要面對生命 他後面接著說 And by implication the fact of their lives 你要面對死亡 然後事實上就是面對你現在的這個短暫的到有一天會死的生命 如何讓這個生命在死亡的時候 你覺得他過的是有意義的 這個就是哲學所要面對的 所以哲學的問題事實上就是生與死的問題 他說 for life and death are stages of one underlying cycle 他說生跟死事實上就是一個 看起來其實像是一個循環的不同的階段 那麼這個他把它理解為是一個循環 這個說法當然跟後面 我們後面還會再提到 跟後面這個 在討論死亡問題的時候 在蘇格拉底討論死亡問題的時候 在飛斗 那麼這個希臘人的一個想法有關 就是希臘人認為生命是輪迴的 就是生死死之後又會生這樣的一個循環的過程 但我們現在先不管這個循環的過程 就是他在這裡主要要說的就是生命必須要面對死亡 而死亡呢不是像兩個金釋世界紀錄最重的雙胞胎 坐在機車上然後很高興這樣的一件事情 那他不是那麼容易可以解決的事情 他不像士兵是可以招募的 這個少校沒有辦法招募 生命中最重要的問題 是沒辦法單純就是我錢多就可以解決的 是沒有辦法這樣子的 那麼這個正是他在這裡面 這個所要論證的一個主要的這個論點 OK 那麼在27 月的這個下面的這一段的後面 他因此呢就問了好幾個問題 他說你很可能面對一種這個可能會死的一種情形 比如說這個掛在懸崖 然後呢有人拉了你一把 讓你這個什麼差點這個死掉對不對 這樣的一種情況 那麼當你在面對那個的時候 如果你不是什麼 我又活了所以我就完全不去設想 我剛剛很可能就死掉 那樣的一個情況的話 那麼他說當我們去面對人生當中 可能的這個死亡的時候 是不是曾經這樣子想過 那麼在27 月的最後四行那裡就是你所想過的問題 他說 what have I been doing with my life 他說我過去一直到我面對死亡 那之前的那段時間我到底是在做些什麼 我的人生到底在忙些什麼 忙些瑣碎的事嗎 然後忙些不重要的事嗎 他說 we are apt to think things like 就是我們傾向於會想到這一類的問題 Why am I wasting my time on this job 為什麼我一直都把我的人生浪費在這件工作上 這件對我也沒太大意義的工作上 Why have I allowed my relationship with my father to fall into such disrepair 他說為什麼我跟我父親的關係一直都沒有處理好 而也一直沒有什麼 去修復我們兩個人之間的那樣的一個關係呢 Why have I unleashed what I always felt to be the best about me 我為什麼一直沒有去做那些我認為對我而言很重要的事情 等等 那麼這些大概就是當我們在曾經面臨一個千金一法的時候 這個可能會想到的一些問題 就是過去以來我們曾經這個做什麼樣的事情 那麼做這些事情它們是不是有意義 那二十七月的最後一行它提到 Even if when we were pulled safely from the plant-making vehicle We come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we are lucky in our job and relationship We still return to them with a newfound sense of their meaning At least as long as death is fresh in our minds 那麼在千金一法當中得到了這個活下去的一個機會 那麼我們是不是想了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麼在接著在二十八月的第四行這裡 它談到它說行善這件事情 他說 doing good is meaningless if it's done robotically 他說為善如果是像機器一樣的去做出來的的話 那麼這個為善是沒有意義的 if it's done without a commitment to its being good if it's done without examination 這個這裡讓它整個回到了蘇格拉底所講的 檢查自己的人生的這個檢查 那麼這個檢查事實上就是什麼 叫你要有自覺對不對 他說為善如果你做的一件善的事情 其實你只是像機器一樣的做 你根本不覺得你是在做一件善的事情的話 那麼這樣的一種為善稱不上為善 因為你並沒有什麼 抱持著一個善念 然後去做這件善的事情 所以你也不覺得那是一個善對不對 那麼因而我們必須要這個什麼 隨時思考什麼是善 什麼是不善對不對 然後我們去做善的事情好的事情 那麼這個好的事情因而就是一個 commitment 就是一個投身就是我做善的事情 因為他是一個善的事情 所以我投身給他 從我在做的時候知道我做的是一件善的事情 我才能夠什麼在意義上在價值上賦予他 這個說他是善的 那麼而這樣的一個 commitment 投身到這樣的一件事情上面去 其實就是因為他被自己思考過 被檢驗過 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不善 這樣的一種情況 這個是他在這裡 就是針對這個所做的一個考量 那麼這也是蘇格拉底所說的必須要檢驗 這件事情所究的原因 在這個道德上或者在法律上 我們所講的善或者是惡 各位可以了解到 如果一個人並不存著任何的善或者是惡的想法 去做一件善或者是惡的事 那事實上沒辦法稱他是善或者是惡對不對 一個人拿刀子殺另外一個人 我們不會說這是一件惡的事情 可是如果是動物園裡面的一隻獅子跑出來 然後他殺了一個人 你不會說這個獅子做的是一件惡的事情 然後說獅子你犯了殺人罪 你必須要除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無期徒刑甚至死刑 對不對 我們不會給獅子科這樣的一個形式上的責任 乃是因為他並沒有那樣的一個念頭 獅子就是他肚子餓了他要吃 所以他就殺其他的動物 他就殺其他的動物對不對 但是人不一樣 人之所以會形成善跟惡 是因為我們生活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裡面 我們構成了一個如何能夠過這樣的一個團體的生活 所以怎麼樣的做法是可以接受的 怎麼樣的做法是不可以接受的 逐漸的形成在我們的觀念當中 所以我們因此有了善跟惡的觀念 獅子沒有善跟惡的觀念 所以一隻獅子撲向一隻兔子對不對 兔子說你怎麼可以撲向我對不對 你這樣子對人很不好 是不善的 兔子不會去跟獅子講這樣的道理 因為在他們的世界並沒有善跟惡這樣的一回事 那在我們的世界有善跟惡這樣一回事 而這些善跟惡 除非我們像在這學期 學期初我們提到 就是只是按照一種習慣 一種風俗 就是這個風俗告訴你 這樣子做就是對的 那樣子做就是錯的 除非我們只是按照那樣 或者我們都應該要加以思考 什麼樣的做法是善的 什麼樣的做法是惡的 那麼過去一直認為這是善的 現在我們還可以再檢討 這樣做真的是善的嗎 那麼這些都什麼 需要這個經過檢驗 都需要經過檢驗 OK 那麼這個大概就是他在這裡 他需要論證這個蘇格拉底 為什麼認為這個examination 那麼重要的原因 那麼這個examination 其實你可以理解到 就是我們在這門課一開始的時候 所提到的反省反思對不對 這樣的一種檢驗 OK 那在二十八月的第二段的地方 他這裡引用了一個 一本書裡面 這個有一位也是護理師助理 叫這個Wild Women 他所講的話 那麼這句話 如果我們看書裡面這個寫法 他說 So you are to die Let others tell you what they please I cannot prevaricate I am exact and merciless But I love you There is no escape from you 那麼這句話裡面是一個護理師 所以他很有可能什麼 是對著一個冰死的人所要講的 但是他這句話也同樣的可以對於 所有的人 冰死或不冰死 一樣的 所講的話 就是人 活著 最後都會死掉對不對 都會死掉 那我給大家看這個兩個中譯本的翻譯 主要就是因為 在繁體制中譯本那裡 他把它完全的就是顯現為 是對於這個冰死的一個正要死掉的人 所講的話 所以繁體制中譯本就是說 You are to die 你就要死了 然後你那個最後 There is no escape from you 你確實大限已到 你已經完蛋了 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 沒救了 這個是繁體制中譯本 那繁體制的中譯本呢 則是把它視為是 對於任何人 就是所講的話 他說你終有一死 對不對 每一個人都終有一死對不對 然後在最後 There is no escape from you 他翻譯成你終有一死 無路可逃 每一個人最終都還是要死的 所以 無路可逃 那哪一個翻譯比較正確呢 我覺得在 Winman 的這句話裡面 其實他是一個雙關的 就是他有兩重的意義對不對 他既可以是一個 對於一個冰死的人來講話 也可以是普遍的 對於所有的人所講的話 那麼當他是一個 對所有人所講的話的時候 那麼這個就可以回到了 我們前面所講的 哲學要處理死亡的問題 死亡的問題 不是專屬於少數人的問題 相反的 他其實是屬於所有的人的問題 對不對 他其實是屬於所有的人問題 人最終都要面臨死亡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我們當然要去好好的考慮 在還沒有死亡的時候 我們究竟這個 要怎麼樣的活 這個活呢 可以讓我們在面對死亡的時候 覺得自己的活 是值得的 而且可以安心的面對死亡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麼在他引用了 Winman 的這句話之後 也就是二十八頁的第二段 第四行 他說 but when we live our lives actively ignoring the most solid of all inductive conclusions we accept base substitutes for happiness and holiness justice and love 那麼這些 他所提到的這些 happiness, holiness, justice, love 這些常常是我們人生在活著的時候 認為重要的事情 或者說我們在面對死亡的時候 回想自己的一生的時候 認為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人生的幸福 人生的虔誠 人生的正義 這個有沒有得到正義的 這個對待 以及愛 這些很可能是什麼 是人生當中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他說我們在活著的時候 其實常常忽視了這些很重要的 這個他說的 most solid of all inductive conclusions 就是最堅實的 讓人可以勇敢的面對死亡的 的東西 他說我們用一些 壞的替代物 來取代的這些我們 其實會認為更重要的東西 也就是說在我們活著的時候 你可能把很多的時間放在 後來看起來其實一點都不重要的 比如說打電動 對不對 比如說處理一些芝麻小事 或者是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 等等 我們用了一些小確信 來取代了我們真正在 這個真正最後會在乎的 這個事情 怎麼樣才能夠面對真正重要的事情 其實就是拿死亡來當檢驗 拿死亡來當檢驗 他下面說 the confrontation of the fate of death 這個面對死亡的事實 這件事情 the serious appraisal of what we are doing 這個認真的評估 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living in relationship to what's meaningful 這個活著跟那些有意義的東西 來相連結 他說這個就是 that's the examined life 就是檢驗的生活 所以檢驗的生活是什麼 就是在面對死亡之前 看看我們做的這些事情 是否是值得的 是否是值得的 那麼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要用這些說法 來反駁他的那個同學 那個拿著今世世界紀錄最重的 雙胞胎 這個笑咪咪的雙胞胎 說人生活著這樣子就很好了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所說的 寧願做一隻快樂的豬 對不對 而不要做痛苦的蘇格拉底 因為蘇格拉底還要想哲學問題 那我們為什麼要去傷腦筋的去想哲學問題呢 我們為什麼要傷腦筋的去檢驗我們的人生呢 我們為什麼不要快快樂樂的 這個吃飽喝足這樣子呢 這個就是他的那個同學的一個回應 那麼他在這裡面他用的這個 少校是沒辦法招募的 死亡這個問題是沒有辦法 用任何其他的事物去取代的 是人總是要去面對的 那麼如果人總是要去面對 哲學就不可或缺 因為這理所指的哲學當然不是哲學這門學科 而是我們對於自己人生的反省 我們對於自己的人生的檢驗 這件事情是沒有辦法用別的東西去取代的 所以他在這裡就是二十八頁的第二段 這個後面他就反駁他的那個同學的說法 他說don't displace the discussion on an image of overweight twin 他說你不要用那些就是那個 體重過重的雙胞胎的那個圖像 來取代這個討論 因為他們是沒辦法取代的 那麼這個看到那種就是那種這個 這個生活中的小確信 那樣的東西 那是隨時在生活當中可以招募到的 但是我們所討論的的是生死的問題 這個生死的問題 是沒有辦法再挽回的 人生命活著 那個時間流過去就流過去了 這個你想要再用什麼方式去做補償 也不可能全然的補償 所以他說you two have been photographed with a nice smile 他說你也很可能曾經被拍照過 然後拍得很漂亮 有一個很好的笑容 就像那對雙胞胎一樣 他說但是如果醫生告訴你你只剩下一年可活 你還能夠這樣子像你所看到的這個雙胞胎的照片那樣 這個輕鬆以對嘛 這個真是Semerson 所要去質疑的一件事情 好 這個大概就是我們在這裡面所看到的 那麼現在我們就因此再回到蘇格拉底來 他認為蘇格拉底其實是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這是一個少校的問題而不是一個士兵的問題 這是一個生命當中真正嚴肅的 而且是沒有辦法用別的任何東西來取代的一個問題 他說Sucrides is trying to jumpstart jumpstart 就是起跳對不對 開始跳 起跳實際上就是開始展開這樣的一個檢驗的過程 jumpstart the examination process jumpstart the examination process that comes usually only from a confrontation with this 這個檢驗的過程他通常就只有在人在面對死亡的時候 他才會開始去回想他過去的一生 然後問他自己這一生有什麼意義 而蘇格拉底就是不要你一直到面對死亡了 然後你才開始去想這件事情 你應該在你還活著 活著還好好的 未來還有很多可能性的時候 好好的去把握人生的意義 那麼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麼就可以了解到蘇格拉底 他所做的事情是怎樣的一件事 他說 in one of the many great paradoxes associated with Sucrides 就是蘇格拉底 在蘇格拉底身上我們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悖論 那我們在這門課的一開始的時候就提到過很多的悖論 對不對 蘇格拉底本身也有很多的悖論 包括我們在前面所提到過的無知的悖論等等 那麼面對這些跟蘇格拉底有關的悖論 他說 the man who claims not to understand holiness is closest to being holy 他說蘇格拉底這個人 他宣稱他不知道什麼叫虔誠 但是事實上 如果我們看到他 是如此認真的面對 這個死亡這件事情 面對生命的意義 以及人的有限性 他說他其實是一個最虔誠的人 這個最虔誠的人當然就是什麼 他跟彼岸的世界對不對 這個虔誠或者 我們這個holiness翻譯成神聖 就是什麼 他跟另外的一個世界的關聯 如果從這方面來說的話 他其實是最神聖的 他其實是最神聖的 因為他最在乎的就是我們跟 他這個彼岸的世界 時候的世界這樣的一個關聯 那麼他在後面他用這個召喚 這個字眼 calling 他說蘇格拉底 我們後面還會再談到召喚這件事情 蘇格拉底他接受生命裡面對他的一個召喚 或者說他接受生命裡面的這個 他所謂的 divine mission 神聖的使命 這個使命就是了解自己為何活在這個世界上 並且要有意義有價值的這個活下去 在他看來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而且他不是只是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要求他自己 也要求這個他周遭的人 那些跟他一起談話的人 那麼如果從這方面來講 他應該是最誠實的面對生命的人 是最虔誠的神聖的 這樣的一種態度來看待他自己的人 並且他也希望別人是如此 那麼如果從這樣子來說的話 那也許我們就可以為蘇格拉底來做一個辯護 就是當別人認為說他是不虔誠的 那麼也許並不是這樣 相反的他可能是最虔誠的人 這個大概就是在這一節 我們所看到他對於蘇格拉底的一個說明 好 我們也許先休息一下 然後待會再繼續看後面的兩節 好 那麼接著我們來看這個第三節的第四小節 剛剛第三小節那裡 基本上是站在蘇格拉底的立場 為蘇格拉底來做一個辯護 但是在第四小節這裡呢 我們來到相反的立場 也就是控告蘇格拉底的這個立場 那麼在我們的書裡面 在一開始的時候他就問到 這三個人事實上就是當時控告蘇格拉底的主要的三個人民 那麼現在我們來想想看 他們為什麼要來控告蘇格拉底 他們事實上也有他們的立場 也有他們的想法 人沒事不會去控告另外的一個人 這個如果不是因為他們覺得很重要的話 那他們不可能去按鈴控告 那顯然他們是覺得很重要的 那麼所以我們來考慮看看 他們的這個控告是否有道理 並且呢也來考慮看看 如果在上一小節 蘇格拉底的考量是那樣 那麼這些控告者 他們有些什麼樣的理由 可以來反駁蘇格拉底 那麼所以他在這裡 他就提到他說 那就是對他們來講 什麼檢驗自己的人生這件事情 他說也許檢驗人生這件事情 並不是讓我們過得有意義 相反的反而讓我們過得是沒有意義的生活 這樣的一種想法 那麼在這裡他們的這個質疑 那麼就牽涉到就是有關於檢驗自己的人生這件事情 那麼對於 Milatus, Arnitus 或者 Lycon 這些人而言 那些東西的確還是重要的 因為那是希臘的共同的價值 什麼東西是重要的呢 就是我們在前面所提到的 虔誠 正義 愛 幸福 這是所有人都在追求的東西 那對於他們而言 這些東西呢 事實上在希臘的這個傳統裡面 就已經在追求這些東西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在書裡面 那個第四小節 一開始 那個第三行的地方 他說 The concepts of holiness, justice, love and happiness have been worked on and perfected for generations 就是這些東西 在希臘一代接一代 就大家都在追求這樣的東西 並且呢 也逐漸的形成了一個傳統 在這個傳統裡面 人因此能夠得到幸福 得到愛 得到正義 這樣的一種情況 and society basely places these concepts down to the young 而社會 希臘的社會 就把這些概念再傳給下一代 所以每一代的人 都可以什麼 繼續的保有 他們在希臘社會所享有的愛 正義 虔誠 等等這些美好的東西 但是蘇格拉底呢 他卻什麼 要去檢驗這些概念 說什麼叫做虔誠 什麼叫做愛 什麼叫做正義 對不對 對 那這個檢驗 會不會反而什麼 讓人得不到這些東西呢 那麼他下面就說 to examine these concepts is to open the door to worse influences 他說檢驗這些東西的結果 事實上是什麼 讓希臘人本來就享有的正義啦 虔誠啦 等等這些德性 讓他們什麼 遭受到外在的影響 那麼這個影響呢很可能是什麼 是一個壞的影響 to our own self aggrandizement aggrandizement 就是一種自大自我膨脹 to all mistakes to tyranny 那麼以至於產生了什麼 過去的那些錯誤 以及甚至產生了一種 專制獨裁 自己 自以為是 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個是 我們在這裡看到 就是這個 他所提到的 這些人 他們在思考這件事情的時候 的一個方向 的一個方向 那麼因為如果這些情況 是在的的話 那麼 我們是不是要去做這樣的一種 這個思考 那麼這就是一個疑問 這是在 這個 這一小節的第一段 那麼所提到的 那麼 而且呢 他說不只是這樣 就是當這些控告蘇格拉底的人 想到這樣的一種情況的時候 他們事實上是什麼 維護雅典的傳統的人 那你當然可以說他們是保守主義者 但是主要就是保守主義者 並不見得一定就是錯的對不對 保守主義者認為 我們傳統以來 就已經有這些美好的德性 你為什麼要去檢驗他們 你會不會其實是在破壞他們呢 那麼 然後不只是這樣 他們從蘇格拉底的身上看到 人們 把這樣的一種 這些 就是蘇格拉底的這樣的一種想法 應用上去的時候 產生的一個後果 那麼在 在第二段的地方 也就是二十八頁的最後一行 他說 to make matters verse 他說讓事情更糟的就是 這個 Socrates claimed to be guided by a daimonial his own little god a kind of guardian angel 這個我們在 進入到第三節開頭的時候 就已經提到過 蘇格拉底還宣稱說 他有一個精靈 這個 對他來講話 對他來講話 這樣的一種情況 那麼這個字眼呢 現在就是被翻譯成 變成了惡魔的意思 可是呢 我們可以在這裡看到 在二十九頁的第一行 他說 Though the root word daimon 也就是 daimon 這個字 acquire established connotation much later as Christians try to pardon our exact exactly what the policies were worshipping 他說雖然 這個 這個 這個字 這個到了基督宗教的世界 然後呢 這個基督徒就是想要 這個混淆視聽 所以呢 就讓多神論所使用的 這個 daimon 也就是 demon 這個字 就變成了一個 壞的意義 就變成了惡魔的意思 他說雖然如此 但是 We still might say that When people claim to be guided by their own God It's almost always a demon 他說如果我們不去管基督教 把希臘的精靈當作是惡魔 我們現在仍然可以這樣說 就是如果有人宣稱 他是由他自己的神所引導的話 那麼 這個引導他的的是惡魔 其實是惡魔 那麼 這意思也就是說 蘇格拉底所講的 的被一個什麼精靈所引導 這個引導很可能是一個什麼 惡魔性的引導 惡魔性的引導 那麼他下面就提到 他說 在二十九頁的第五行 Once you have opened your mind What's to stop such little demonic powers from whispering Why shouldn't you who's better shooting than any of these idiots rule single handily What could be more corrupting What could be more unholy 那麼他在這裡 他講到的就是 如果一個人就是什麼 只聽自己的話 只聽自己的精靈的引導 這樣的人不是一個最自大的人嗎 他完全不顧什麼 他周遭的人 他完全不管這個社會 那如果你的精靈告訴你說 在現在疫情 這個非常激烈的時候 告訴你說 我不要戴口罩對不對 我聽從我自己精靈所講的話 我心裡的這個精靈告訴我 不需要戴口罩 不用去管別人 他說這不是什麼 這不是就是最自大的 自以為是的 這樣的一種態度嗎 蘇格拉底會不會是導致了 這樣的一個後果呢 就是只聽自己心裡的話 而這個自己心裡的話 很可能是什麼 有很大的問題的 其實是有很大的問題的 這個在孔子的所有的學生當中 這個有一個學生 可能是孔子最討厭的 甚至痛恨的學生 因為孔子甚至說他 這個朽木不可凋也對不對 奮土之強不可污也 到這樣的地步 那麼這個學生叫宰羽 宰了我殺了我吧 這個宰羽 這個孔子有一個跟他之間的一個對談 那麼你知道孔子很重視禮樂 這個學生 就質疑這個孔子所追求的這個禮 他說為什麼要守三年之上 他覺得沒有必要 這個父親死了你還要守三年之上 那這三年就不能夠就是做禮樂 維護禮樂的事情 因為你在守傷期間 所以你就不能夠這個演奏任何的音樂 然後實行任何的儀式 這個不能夠進到廟宇裡面禮拜或者什麼 這所有的事情都沒辦法做 那孔子就跟他講道理 他說這個這樣的一種禮的規定 其實是有道理的為什麼呢 他說三年而免於懷 意思是說你出生然後父母就抱你 抱了三年 所以等到他過世的時候 你為他守三年之上 這其實是很合理的 那宰羽還是很堅持 他說我還是覺得不需要守到三年 一年就好了 那剩下了兩年我們反而可以用來 正心禮樂做正心禮樂的事情 那孔子就發現他沒辦法去說服他 那他只好說如安則為之 他說你如果真的你覺得守了一年之上 你就心裡就覺得安了 那你就去做吧 孔子的內心可能是覺得不滿的 但是他沒有辦法說服這個學生 為什麼 這個學生有他自己的主見對不對 或者說這個學生就是在聽從他 內心裡面的那個精靈對他講的話 他內心裡面精靈告訴他說 不需要守那麼久 你守一年很多了夠了 這樣子其實就考了 所以你看孔子也無可奈何 當一個人他只聽從他自己心裡的話的時候 那麼他就什麼 隨心所欲 他就做他自己覺得對的事情 他才不會去管理這個社會要求 每個人都戴口罩 在他的想法就是 我覺得不需要戴口罩 我就不戴口罩 因為我心裡的精靈是這樣子跟我講的 那麼蘇格拉底現在宣稱 他聽他的心裡面的那個精靈所講的話 剛剛我們前面所看到的那句話裡面 他說 It's almost always a demon 他說如果一個人就是只聽他自己的話 其實很可能他聽到的就是魔鬼的話 因為他就只管自己而已 他就不管別人了 他就不管別人了 那麼這個正是蘇格拉底非常被質疑的一個地方 那而且我們甚至可以看到就是 那些跟從蘇格拉底的人 那麼有好幾個幾乎就是變成這樣的一個情況 在二十九頁的上面這一段 第九行的地方 他提到 他說 There is associates 他說一些 associates of Socrates 他說一些不同的跟從蘇格拉底的人 怎麼樣呢 Could have been named in support of such an argument 他說可以去支持這樣的一個論點 就是一個人如果是只聽從他的話 結果他們其實做出來的事情 常常是有問題的 以至於他所聽從的那個精靈 根本就是惡魔 他說我們可以舉例子 那麼在二十九頁上面這段的下半段的地方 他就舉了兩個例子 一個是 archipiades 一個是 christias 這兩個都是什麼 常常 蘇格拉底自己其實是沒有收學生的 這個我們知道 但是呢 這都是什麼 人家 會想要去聽他講些什麼 或者是他在 跟這個廣場上面 跟別人討論什麼 那麼 而這些人呢 漸漸的就什麼 成為他的一個跟隨者 那麼這些跟隨者 就是他這裡所提到的這個 associates 他說有一些跟隨蘇格拉底的人 他們其實就是 顯得是很有問題的 那麼其中一個這個 archipiades 我們在前面曾經提到過 就是在 Lavier 所畫的這個 雅典學院裡面的 這個年輕的 穿著一個軍人的盔甲的 這個人 他曾經什麼 引用蘇格拉底 想要這個什麼 這個跟蘇格拉底發生關係 就是我們之前提到的 希臘的這個老少鏈 那麼這樣的一種情況 那麼這個 archipiades 他本身 就是一個有問題的人 在我們的書裡面提到 他說 archipiades the playboy of essence 他是雅典的這個 這個花花公子 playboy 他是雅典的花花公子 對不對 他看到蘇格拉底那麼會講話 顯得那麼有智慧的樣子 所以他就想要勾引蘇格拉底 所以他是 the playboy of essence 那麼這個人怎麼樣呢 我們現在要談的就是 他聽了蘇格拉底的這個講法 讓他什麼 完全按照他自己的主見 完全按照他自己的想法來做事 那麼他呢在雅典裡面呢 其實是個這個無賴 他說 who at one point knocked the penises off the secret hermae and then and then stand trial for his act of impiety joined forces with the Spartans against the Athenians 他說他在雅典的時候 就怎麼樣把那個hermae這個神像 這個神像呢 希臘的這個神像都是裸體的對不對 那這個Archipiades呢 他是個花花公子 所以他對於這個性器官啊什麼 特別有興趣 那麼他呢看到這個神像的雕像 他就把那個雕像的陰莖給踢下來 讓他就少了少了陰莖 那他就是什麼 玩樂 玩這樣的一種情況 那麼對於一個神像做這樣的事情 當然是非常非常不虔誠的 對於雅典人 所以他就必須要什麼 受到審判 但是他不願意受到審判 那他就什麼 逃走了 他逃走了逃到哪裡呢 離開了雅典 然後他跑到了斯巴達 然後呢就接 接近成為斯巴達的士兵 那麼當斯巴達後來來攻打雅典的時候 這個Archipiades就成為 斯巴達攻打雅典的其中的一個士兵 就成為這樣 那這個簡直是什麼 叛亂對不對 叛國罪 已經到這樣的一個地步了 那麼Archipiades呢就是一個什麼 跟著蘇格拉底的人 他甚至還引誘蘇格拉底對不對 但是到最後他變成一個最不忠實於這個城邦 雅典這個城邦的人 那麼如果一個跟著蘇格拉底的人 最後的情況變成是這樣 那顯然蘇格拉底所給的教導是很有問題的 這個各位應該可以理解 所以這個是為什麼他們會在宗教上面控告蘇格拉底 並且還說蘇格拉底 他是Platos uncle 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底 柏拉底的學生亞利斯多德 這個亞利斯多德 那麼這個 這個Crecius 也是一個跟著蘇格拉底的人 而且他就是柏拉底的叔叔 就是柏拉底的叔叔 就是柏拉底的叔叔 那麼這個統治者呢 就是在當時 因為發生了這個政變 所以呢 就形成了一個 各位在 二十九頁上面這段的 倒數第四行看到那個所謂的 30 Tyrants 就是 三十獨裁者 就是在他們統治的期間 雅典沒有實行民主政治 但是呢 是由三十個人 這個形成了一個議會 這個議會呢 的集體的領導 那麼他們的這個領導呢 後來就是 又被推翻 那大家對於這個 這個統治呢 就非常的不以為然 所以他說是 the hated thirty tyrants 就是後來就成為被雅典人 所厭惡的 討厭的 三十獨裁 三十個獨裁者 Krishas 就是這個 三十獨裁者當中的議員 而且事實上是很重要的議員 他是這三十個獨裁者的一個主席 那麼這個人呢 他在統治雅典的期間呢 他們基本上是傾向斯巴達的 the pro-Spartan oligarchy installed after essence humilitating defeat 就是在雅典被斯巴達給打敗了之後 然後雅典就形成了動亂 那麼形成了這個動亂之後呢 就形成這個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三十獨裁 三十獨裁的這個體制 他把它稱之為叫做 oligarchy oligarchy 就是來自於希臘文的少 的意思 less 少的意思 所以寡唐 oligarchy 這個字從這裡來的 那麼 oligarchy 就是由少數人來統治多數人 我們把這個字眼就稱之為叫寡頭正治 那麼三十個人的這個獨裁 然後統治全部的雅典人 這個當然就是一種寡頭正治 這個是在雅里斯多德的政治學裡面 講到各種不同的政治體制當中的一個 就是由少數人統治 那裡面有兩種 一種叫貴族正治 一種叫做寡頭正治 那麼這個三十獨裁呢 就是一個寡頭正治 就是 oligarchy 那麼他是一個傾向於斯巴達的寡頭正治 在雅典失敗之後呢 他們就就任 那麼雅典人呢 經歷了這個三十獨裁的這個寡頭正治 這個大家都非常的不愉快 那後來呢 就推翻了這個三十獨裁的一個情況 那麼所以大家會覺得 Christias 這也是一個該死的人 而這個該死的人呢 他也是跟著蘇格拉底的其中的一個人 那麼換句話說 這些跟著蘇格拉底的人 裡面就好像一個老師 他的學生有好的也有壞的對不對 但是這些壞的學生後來很多人就歸罪 說這個都是蘇格拉底惹出來的 那麼而這個跟蘇格拉底的學說是有關的 對不對就是他在前面說 我們要聽自己的 而不是按照傳統告訴我們要怎麼做 就怎麼做 我們要自我還行對不對 那聽自己的聲音 可是蘇格拉底講聽自己的聲音呢 就是聽自己的 心裡面的一個精靈的聲音 那這些敗壞雅典的蘇格拉底的學生 他們很可能就是什麼 所謂的聽自己的學生對不對 那甚至連孔子都沒有辦法說服得了宅雨對不對 一個人聽自己的聲音 那他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他如果覺得 他覺得殺人是對的對不對 他心裡的聲音告訴他說 你可以殺人殺人沒有關係 那他很可能就什麼就去殺人 那所以蘇格拉底的這個教導 會不會其實是有問題的呢對不對 而且我們也在現實上面看到實際上的例子 就是蘇格拉底的某些學生 的確在後來做了對國家對社會不利的事情 所以國家或社會的司法 是不是應該要怎麼 來處罰蘇格拉底 因為他交給這些年輕人的 其實並不見得是一件好的東西 這個就是我們站到 這個控告蘇格拉底的那一方 所可以設想到的 就是反駁蘇格拉底的 這個所謂的虔誠 或者蘇格拉底的誠實 等等這樣的一種想法 蘇格拉底其實並不是真的誠實對不對 蘇格拉底其實並不是真的虔誠 蘇格拉底其實教導的就是讓人變得自大 不再接受傳統的東西 從而反而危害了國家 危害了社會 這個是控告蘇格拉底的人 如果他們是很實在的在想這個問題的話 那麼很可能他們所想的就是這樣 這個是我們在這裡所看到的 這個第四小節他所提到的 OK 那麼所以我們當然要去問蘇格拉底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 Diamoneum 就是他所說的這個精靈 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東西 因為如果這個精靈 一不小心很可能就真的就是惡魔了 那麼我們要來討論一下蘇格拉底到底 怎麼去理解他的這個精靈的 那麼這個就是二十九頁的中間這段所要說的 他說 It's paradoxical that this most situational of human beings Less himself be guided by a mysterious oracle He hears in his head This guardian demon according to Saccoli Speaks a language composed of only one word No 這個真的是蘇格拉底他自己講過 他說 我的這個心裡面的這個精靈 他對我說的話 他從來不告訴我我該怎麼做 這是蘇格拉底自己在描述他的那個精靈 他說我的心裡面的那個精靈 不會告訴我該怎麼做 但是如果我去做一個事情 而那個事情是我的精靈認為 不應該去做的他就會阻止我 蘇格拉底這個話意思是說 這個精靈只會阻止他 可是呢並不告訴他方向 並不給他一個你該去做什麼事 這樣的一個指示 只有在他如果打算去做一些 不應該做的時候事情的時候 那麼這個精靈會阻止他去做那些事情 這個是蘇格拉底自己在敘述的時候 他所說的 所以我們的書裡面才會說 這個精靈其實只講一句話 只有一個字就是no 因為精靈只負責阻止而已 但是呢值得做的事該做的事 精靈不會對他說yes 就是精靈就不會冒出來 不會冒出來 這個是蘇格拉底所敘述 他的這個精靈會講的情況 那後代的人 當他們在解釋蘇格拉底的這個精靈的時候 那麼有一些人是這樣的解釋的 這個是在二十九頁的第二段 最後四行 他說 Many have interpreted this as the voice of conscience 說蘇格拉底的這個精靈呢 其實是一種良心的聲音 which seems right but not very illuminating 那 Similson 他說 人家這樣說也許是對的 但是呢 沒有什麼太多的一個歧視性 那一般的人會認為蘇格拉底的這個 對他講話的這個聲音 是良心的聲音或良知的聲音的一個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只講no 他不講yes 他不告訴你該怎麼做 這個就好像你要去做一件壞事的時候 你的良知就會給你踩煞車 說這違反了良知對不對 對 可是你不知道你人生的方向的時候 你的良知不會告訴你人生的方向在哪裡 所以蘇格拉底的這個 這個精靈 有一些人認為 那其實就是像良心這樣的東西 當人在做一個 對不起良心的事情的時候 良心會阻止他 對他說no 可是良心不能夠告訴你 你該去做什麼 那個你該去做什麼 好像是你自己的事情 而良心並不負責這件事 良心只在你做了一個 違反良心的事的時候 他去阻止你做這樣的事情 那麼Samuelson 並不贊同這樣的一個解釋 那蘇格拉底自己在說 他的精靈什麼時候冒出來的時候 好像也跟道德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蘇格拉底舉過一些例子 其中一個例子是說 他本來也想從政 因為他也很關心雅典這個城邦 可是當他打算去從政的時候 他的精靈就跑出來了 然後對他說no 所以蘇格拉底說 為什麼我一輩子沒從政 他說其實我有一點想從政 因為我也很關心 我所生活的社會 我所生活的國家 可是呢 每一次他打算去從政的時候 這個demon就跑出來 然後跟他說 不 你不應該去做這件事 那麼所以蘇格拉底說 我沒從政的原因其實主要在這裡 主要在這裡 好 那 這個Samuelson 他不贊成 把這個 這個 Guardian Demon 的這個說法 理解為是良心或良知 那他給了另外的一個解釋 那麼這個解釋呢 就是29 頁的這個第二段 最後一句話 他說my own guess 我自己猜測 about it is that the divine sign is closer to our concept of calling 他說 他覺得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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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良知 不是良知 這個 所謂的這個精靈 他其實比較接近 的是一種召喚的 的概念 the concept of calling 那我們在前面的一小節 其實就已經看到 他提到 calling 對不對 就是人按照著某種召喚 而去做一件你該做的事 這個 而蘇格拉底呢 其實就是什麼 服從著他心裡面的召喚 來從事這個哲學的工作 那他認為 這個 這個 對蘇格拉底講話的 比較像是這樣的一種 概念 就是 calling 的概念 那 那下面他就要去解釋 為什麼他是一種 calling 為什麼他是一種 calling 在這個 這個 二十九頁的 最下面這一段 那他在那裡面 他談到 他說我們在面對一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有很多不同的這個聲音 或者很多不同的傾向 來要求我們 這樣做或不這樣做 這樣的一種情況 那麼這個就是二十九頁最下面這段開頭 他說 how am I to live 我要怎麼活 這就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活呢 也許有很多很多的答案 那你可能一時之間根本就沒有辦法 這個釐清這個答案 他說 often perhaps what keeps us from hearing a clear answer to that imperial question 他說阻止我們 讓我們沒辦法去得到一個清楚答案的 常常是什麼 in the cacophony of beliefs 其實是這個 cacophony 就是那個嘈雜的聲音 所以說信念的一個嘈雜的聲音 這個信念的 信念跟觀念的嘈雜的聲音 讓我們沒有辦法搞清楚 我們要去怎麼活 那麼他在下面就提到 一些這個不同的想法 比如說 we have been told we are supposed to do this 一方面呢 我們被要求我們要這樣做 這個是我們的信念或觀念當中有的 就是要怎麼活 有人叫我就是要這樣活對不對 然後呢 第二個 we suppose we suspect we are supposed to do that 我們呢可能什麼 懷疑我們真的要照著別人 要求我們去做的那樣去做 我們在懷疑這一點 所以我不見得想要做別人要我去做的 這個又是另外的一種信念或觀念 那麼他也出現在那裡 然後第三個他說 the people around us expect yet another thing out of us 而我們周遭的人呢 則是期望著我們 做另外的一些事情 那麼這些 紛紛擾擾 就是傳統以來的一種 普遍的價值觀念 然後呢我自己又不想要完全造 這樣的一種價值觀念 然後呢我周遭的朋友 師長或家人 又有另外一些不一樣的觀念 那麼這些常常什麼 充斥在我的心裡 所以我根本就什麼 沒有辦法很清楚的得到一個答案 所以我只能什麼 就是勉強的 這個 就我現在的情況 然後去做那樣的一件事情 他說這個常常是我們 在人生當中面對的一個情況 那麼蘇格拉底要人去做的就是 要去檢查自己的人生 這個檢查自己的人生 就是要去釐清 這些各種不同的聲音 那麼在二十九頁最下面這段的第五行 他說 maybe if we were to examine these beliefs fully to the point of really realizing our ignorance about them will find a silence in ourselves in which way be able to hear something genuine 那麼在這句話裡面 他所談到的就是 我們也許 這個最終承認自己的無知 當你不知道的時候 你就讓自己保持在 那樣的一個不知道的情況 而在保持在那樣的一個 不知道的情況裡面 也許我們就會找到一個 沒有聲音 a silence 在那個沒有聲音裡面 我們才能夠聽到 我們內心真正的聲音 這個是他所要說的 這意思也就是說 你要了解自己真正的想法 你就不能夠什麼 讓自己呢 處在一個嘈雜的聲音當中 當有各式各樣的聲音 都在那邊 這個眾生喧嘩的時候 你其實就沒有辦法真正的聽到聲音 所以承認自己的無知 其實是什麼 把那些嘈雜的聲音給排除掉 讓你的內心 剩下的就是安靜 在只有安靜的時候 然後你才可以什麼 聽到你自己的這個聲音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也許蘇格拉底的那個精靈 正是在排除掉了一切草雜的外在的聲音之後 所留下來的 那麼他在這裡就引用了這個蒙田的話 我們在前面就已經看到很多他引用蒙田的話 這個蒙田呢 他就講蘇格拉底的這個精靈是怎麼一回事 那麼這個是在二十九頁的倒數第二十六 倒數第六行 他說 so the daemon of Socrates his great interpreters interpreters Michel de Montaigne says was perhaps a certain impulse of the will that came to him without awaiting the advice of his reason 那麼他說 那個蘇格拉底的那個精靈 也許比較像是一個什麼 意志的一個衝動 這個意志的衝動就是在還沒有聽理性的勸告之前的 那樣的一個衝動 他先走在理性之前就已經這個顯露出來了 那麼他是用這種方式來理解的 那麼所以如果他是這樣的話 那麼他就比較像是一種什麼 比較像是一種這個召喚這樣的一種情況 這個是Samuelson 他所做的一個解釋 那他在做了這個解釋之後 三十頁的第二段 也就是第四小節的最後的一段 那麼他回到了他的學生 Gillian 的那個所寫的那個報告裡面 他提到 他說Gillian and her colleagues found themselves unable to articulate what the point of the hospital was 就是醫院的要點是什麼 最終 Gillian 以及他的所有的同事們 沒有辦法搞清楚 醫院到底是為了什麼 他說but some of them did have a stirring sense of it 但是他們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的確都產生了某種擾動 they knew in a way they couldn't quite articulate 他們知道他們沒辦法清楚的去說 like having a word on the tip of the tongue 就好像舌尖有一個字眼 可是說不出來 這樣的一個情況 好 那麼如果是這樣一個情況的話 Samuelson 認為 這個正是什麼 人在面對自己的無知的時候的一個情況 他其實就是讓我們變成 到了那個silence 的一個情況 所以他下面接著說 perhaps only when they return to this intuitive sense 就是讓他們回到這樣的一種直觀的感受的時候 in ignorance of the rationalized sense 當他們不再是用那種理性的方式 去想要去回答這個問題 這個他們對於他們自己的無知 有這樣的一種理解的時候 他說 were they truly approaching the real meaning of their work 他們呢才真正的能夠達到他們的工作的意義 也就是說在理解自己的無知的時候 那麼經歷了這樣的一個思考 掌握到自己的無知的時候 他們反而才能夠掌握到這個工作的意義 是在什麼地方 他說 could this sense this mysterious voice be a cousin to Succurtis Diamonium 他說那這樣的一種感覺 那麼這樣的一種神秘的聲音 也許就是蘇格拉底的那個精靈的表兄弟 意思是說他們其實就是跟蘇格拉底是比較接近的 是比較接近的 這個是 Samuelson 他自己所提出來的 關於蘇格拉底的另外的一種解釋 就是不要把那個精靈理解為只是良心 在他看來他比較像是一個召喚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這裡下面這裡就是有一個是這個有關於這個翻譯的問題 就是在三十頁的最後的四行 他說 perhaps once we have found a mission that is divine meaning among our things beyond our capacity to dictate 他在這裡面他說 如果我們現在發現到有一個任務 而這個任務是神聖的 我們前面講到虔誠那個德性 它其實就是跟神聖有關對不對 那麼他說也許呢 有一天當我們發現到有一個任務是神聖的 而神聖是什麼意思呢 神聖就是不在我們這個世俗的世界裡面 而且也就是不是我們的能力所能及 所以他說他是 beyond our capacity to dictate 就是我們的能力所沒有辦法達到的 因為他是超乎我們能力之外的 這正是什麼 是一個神聖的任務 而一個人願意去什麼 履行他的這個神聖的任務 這正是他虔誠的德性 那他在這裡面他提到 這個這樣的一個神聖的任務呢 他說 when we are on our place perhaps then our guardian demon is necessary only in keeping us from deviating 他說如果我們現在呢 在有關於這個神聖的任務的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走在一個正確的道路上面 我們走在一個正確的道路上面 那麼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麼這個精靈 這個讓在我們的心裡面 這個保護我們的守護天使的這個精靈 他呢 因為我們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所以呢 他只要他唯一的工作就是什麼 就是當你走差了 走到走歪了的時候 他才需要出現 否則你已經走在什麼 正確的道路上面了 那麼這個是 Samuelson 用來解釋 為什麼蘇格拉底的精靈 只對蘇格拉底說 no 只對蘇格拉底說 no 因為蘇格拉底走在一個正確的道路上 所以對於這個精靈來講 他並不需要再給蘇格拉底任何的指示 但是 Samuelson 認為這個精靈其實 他的意義不是良知 所以呢 不會只是什麼 只是說 no 相反的 他也可能什麼 叫你要做些什麼事 可是為什麼他沒有叫蘇格拉底做些什麼事呢 他的意思 他在這裡面所說的就是 因為他走在一個正確的道路上 所以他不需要再叫他幹嘛 因為他已經走對了 所以如果蘇格拉底這時候 突然想要去從政 那精靈就覺得 不行 你這樣就走歪了 你應該做哲學這件事情 你要做哲學這件事情 你要去讓雅典更多的年輕人 好好的去思考他們的人生 這是你人生當中應該要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蘇格拉底現在 竟然不做這件事情 而跑去從政 那精靈就跑出來 跟他說 no 你不能夠這樣做 對不對 那其他的時候 蘇格拉底 這個精靈並不阻止蘇格拉底 因為蘇格拉底走的路是對的 這個是 Samuelson 為 蘇格拉底的這個精靈 為什麼只說 no 所做的一個說明 因為對他來講 這個精靈的意義 比較像是一個召喚的意義 所以他認為其實精靈還是會叫你去做什麼的 召喚你去做什麼 可是為什麼他不對蘇格拉底說 你要去做什麼 因為蘇格拉底是走在正確的一條道路上 這個是這句話 這個所要去做的說明 那繁體制的中意本 跟簡體制的中意本 顯然並沒有把握到這個意義在 並沒有把握到這個意義在 所以呢 尤其是這個繁體制的 就是他們都這樣的翻譯 他說 或許在那個時候 我們的守護惡魔就變得十分必要 因為他能防止我們誤入歧途 相反的 Samuelson 在這裡面 並不是說他變得十分必要 對不對 而是說 is necessary only 他說只有這個時候才是必要的 什麼時候呢 in keeping us from deviating 就是 在阻止我們誤入歧途的那個時候 他才是必要的 其他的時候他沒有必要 因為你已經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那中意本的這個翻譯 顯然是忽略了 忽略了這一點 所以就把它翻譯成 他說只有在這個時候必要 他們都把它翻譯成就變得十分必要 其實這樣子就沒有辦法去解釋 就是為什麼蘇格拉底的這個精靈 只對他說no 這個大概就是關於這個第四小節 Samuelson 在這裡他對於這個蘇格拉底 所提出來的一個解釋 那麼我們最後要來看的是第五小節 那麼在第五小節這裡 他重新的回到了apology 的後面的部分 就是當蘇格拉底整個為自己做完了辯護 然後就要對他加以判決 那希臘的這個判決 希臘是這個時候的這個制度是民主制度 不是寡頭對不對 寡頭是後來那個三十獨裁者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寡頭政治 但是至少在蘇格拉底這個時候 他是民主政治 那麼他們的民主呢 是第一個沒有大意志 所以沒有什麼議員或者是立法委員 是所有的公民 這個一起討論 那麼討論的事情呢 包羅萬象 因為他們沒有三權分立這樣的觀點 或者是像這個台灣這個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是五權分立 總之沒有這個分立 所以呢司法的審判 是由全雅典的合格的公民來進行審判 因此蘇格拉底他的這個判決的法官就是全雅典的公民 那雅典的公民非常的多對不對 所以我說他們做在哪裡 做在一個像競技場那樣的一個觀眾席上面 然後蘇格拉底站在正中央 對大家說為自己做辯護 那控告他的人也一樣的要站到這個中央來 來指控蘇格拉底說為什麼我們要這個控訴他 那麼完全用一種民主的一種方式 然後最後當然就是要訴諸於表決 那這個判決呢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首先要判蘇格拉底究竟是有罪還是無罪 那如果無罪的話那就當庭開示 那如果有罪的話 好 接著這些人就要決定要給他什麼樣的罪行 也就是要給他什麼樣的處罰 這個所以在這個整個判決的過程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他有兩個步驟 兩個步驟 那麼西方後來這個 在英美的法律制度裡面的這個陪審團 其實有點像是這樣 有點像什麼呢 就是在一方面 他們要首先要去認定這個事實 然後接著呢則是要去適用法律 那麼西方人會認為適用法律 那當然要讓懂法律的人來做 所以這個是由法官來做 可是認定事實這件事情 法官不見得比其他人更能夠認定這個事實 所以呢他們就把認定事實這件事情交給陪審團 陪審團認定了這個事實 然後依據這個事實法官在適用這個法律 所以他就會有兩個步驟 對不對兩個兩個部分 要做的事情 那麼現在在蘇格拉底這個判決裡面 你可以看到他也是有他的程序的 這個程序首先就是 到底蘇格拉底是有罪還是沒有罪 那要經過一個表決 然後通過了有罪之後 然後再決定要怎麼去處罰他 我們之前就已經提過 這個罪行法定在是羅馬以後才開始有的 所以這個時候沒有任何明文的規定 所以是由佩審團自己去討論 要怎麼去處罰他 那在他們的這個使用的 就是司法的慣例當中 通常就是這樣 由原告提出一個處罰的方式 然後被告自己呢 在被判決了有罪之後呢 他也提出一個處罰的方式 然後再由全部的審判的雅頂公民 來決定要依照原告 所給的那個處罰的方式 還是依照被告 所提出來的處罰的方式 那我在頭影片上面寫的 死刑或免費住宿 就是在佩審團 他們當時就是通過有罪 或無罪的時候 那蘇格拉底其實是以些微的比數 被定有罪 被定有罪 然後被定有罪的之後呢 就是要決定要給他什麼樣的懲罰 那麼原告說要給他死刑 所以他們就提出了一個選項對不對 那蘇格拉底說好吧判決我有罪 那你要處罰我 那他也必須提出一個處罰的方式 結果他自己提出的處罰方式 竟然是讓他在 這個雅典的 這個奧林匹克的選手村裡面 免費住宿 那你知道這個根本就不是處罰對不對 所以到了第二次表決 就是要死刑或免費住宿的時候 你就看到 這個一面倒的 大家都投給了死刑了 就投給了死刑了 所以蘇格拉底 如果你看這個蘇格拉底整個的 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麼你可以看到說蘇格拉底真的是 很笨 為什麼 因為他竟然提出有一種處罰叫做 在選手村免費住宿 這樣的一種 根本就不是處罰的處罰 那麼這個當然就什麼 就不會為大家所接受 所以他在被判 第二個在被判決是要死刑的時候 那大部分的票都投給了死刑 都投給了死刑 那你可以說蘇格拉底真的是 很笨 如果從某一方面來講 那我們書裡面就是要講這件事情 就是 各位可以看到 在三十頁 這個第五小節的開頭 他說的Jewers 這個判決的這些人 就叫做Jewers vote 280 to 220 在Sakory is guilty 他們首先呢 280 票比 220 票 判決蘇格拉底有罪 那這個票數的差距並不懸殊 並不懸殊 他說 not unlike our own system both parties get to suggest a penalty 他說 接著呢就是兩方各提出一個懲罰的方式 那麼 the prosecution proposed death 控方呢 提出來的懲罰的方式就是死刑 是死刑 ok 那接著就是由蘇格拉底提出一個懲罰的方式 在這個三十頁 第五小節的第五行 他說蘇格拉底提出什麼呢 he request for a penalty 他在那個處罰加了引號 加了這個引號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到底能不能算處罰 實在是很難說 對不對 he request for a penalty for his crime 然後那個 他的罪 那個也加了引號 因為蘇格拉底 其實不認為自己是有罪的對不對 他那個瓜虎就說明這一點 他說 he doesn't accept the letter 他並不接受後者 so the former makes no sense 所以對他來講 這個懲罰根本就是沒有意義的 這個是我們在這裡看到 就是他 他這個蘇格拉底要提出 對於對於他的罪的一個懲罰 那麼這個懲罰是什麼 is that he should receive free room and board at the pretanium 他說他能夠什麼 應該要能夠得到免費的住宿 還有免費的吃飯 在 the pretanium 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什麼 這個雅典的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時候 這個選手還有觀眾們 他們所住的地方 那他說他在那邊可以得到免費的這個吃跟住 where the most celebrated victors in the olympic state 他說這個地方就是 最有名的勝利者 勝利者 在奧林匹克的勝利者 所居住的地方 這個是他對於這個地方的一個說明 這裡有一些翻譯上面的錯誤 就是他說兩方面都要提出這個處罰 那麼繁體字的中藝本把它翻譯成 叫做開始戳傷 其實沒有什麼戳傷 就是兩方各提出一個 各提出一個 然後他接著說 at no point is a trial the security seem worried about its outcome 他說蘇格拉底在這整個過程 一點好像都不在乎他的結果一樣 and now he is particularly unconcern 而且呢現在他更加的不在乎 shockingly so 很令人驚訝的 他一點都不在乎 所以呢他才為什麼 提出讓他在這個奧運村裡面免費住宿 這樣的一個 那個顯示這個蘇格拉底 根本就不把他當一回事對不對 所以他講的現在其實是在 第一次的表決 跟第二次的表決中間的這個蘇格拉底 看起來就好像一副 好像他一點都不在乎的樣子 那梵底志的中藝本呢 把他翻譯成叫做宣判之後 這個事實上是錯的 因為他所指的是在第一次的判決 跟第二次的判決 第一次的表決跟第二次的表決中間 而不是這個最後的宣判 ok 那然後呢下面接著 他這個談到就是 這個有關於他的 這個他所提出來的這個懲罰 那麼兩本這個中藝本呢 都把它翻譯成這個所謂的 所以他要求在城市公務會堂 獲得免費住宿 因為他認為犯罪就應該懲罰 這個非常的這個 看不出那個因為所以的關係 其實蘇格拉底有他的一個想法在 這個想法呢就是他下面接著所提到的 就是在三十頁倒數第二段的最後一行 他說 倒數第二行 他說 Whereas the Olympic victors give them a superficial happiness the punishment will face the crime 那麼蘇格拉底為什麼認為他應該在這個 這個 選手村裡面得到免費的住宿呢 他說因為 奧林匹克的運動會 的這些選手們 他們就是什麼 讓人們得到 happiness 得到幸福或者得到快樂 而蘇格拉底呢 他所做的工作也是讓人得到幸福 這樣的事情 所以呢 既然這些選手的 這些選手 他們呢 是得到這樣的免費住宿 那他自己也應該得到這樣的免費住宿 所以這是為什麼他給了 這個 就是 這個懲罰叫做 選手村免費住一夜 這樣的一個 懲罰的一個原因 那 這裡 那個 兩本中藝本 都把這個所謂的 most celebrated victors 就是最有名的勝利者 都把它翻譯成 什麼貴賓 或者是什麼 這個前來觀賽的名人顯貴 這裡其實不是 不是觀賽的人 而是什麼 而是那個運動比賽的那個勝利者 因為就是這些勝利者 讓雅典人得到很多的快樂對不對 雖然那是一個比較膚淺的快樂 但是蘇格拉底的想法就是 我的目的也是讓人得到這個幸福 所以我跟這些選手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所以我所要得到的懲罰 應該也跟他們一樣 那就是免費的住宿 因為選手是可以免費住宿的 這個是蘇格拉底的一個想法 因此他就給了自己這樣的一個 這個 這樣的一個懲罰的提案 好 那 這裡他接著就提到柏拉圖 柏拉圖寫蘇格拉底 大部分的時候所有這些作品 都沒有出現柏拉圖 但是在Apology 的這個地方 就是蘇格拉底在講話的時候 這個 如果這個是柏拉圖所寫的 那麼蘇格拉底講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那麼柏拉圖就突然的出現了 柏拉圖出現呢 做什麼呢 他告訴蘇格拉底說 你不要提說 什麼讓你在什麼選手村免費住宿 他叫蘇格拉底不要這樣做 叫他不要這樣做 這個就是在三十頁的最下面這段的第二行 他說 He stands up in the trial 他就跑到了那個 蘇格拉底所站的那個 審判的那個中心的地方 然後呢去勸蘇格拉底 and try to soften what 蘇格拉底 has said 想要這個把蘇格拉底所講的話加以緩和 因為他知道如果蘇格拉底提出這樣的一個提案 那沒有人會接受這樣子來懲罰蘇格拉底 所以他說 He tells his teacher to propose a fine 他叫他的老師 說你的懲罰就是要罰款 which his friends would gladly pay 然後呢 這個罰款呢 他跟蘇格拉底說 你放心 這個錢 我知道你沒有錢 但是我的朋友會幫你付 所以你一定要提出是罰款 不要是什麼選手村免費住宿 那我們書裡面在三十頁的最下面 他就提到 他說柏拉底為什麼這樣做 蘇格拉底他的那個講法 其實是有他的理由的對不對 那柏拉底呢 是不是不了解他的老師 還是柏拉底呢太事故了 柏拉底完全知道 會如果蘇格拉底那樣提 會知道什麼樣的結果 總之這些問題我們沒有答案 總之柏拉底在這個時候 非常焦急的跑到了審判台 然後想要說服蘇格拉底 他說你不要提什麼免費住宿 你一定就是罰款 那金額高一點也沒關係 會幫你付 會幫你付 但是蘇格拉底並沒有聽柏拉底的話 蘇格拉底就是提出了這個免費住宿 所以三十一月的這個第一行 他說 the jurors vote over family for his execution 那麼一面倒的所有的這個法官們 他們呢一面倒的就是 投票認為蘇格拉底應該執行的懲罰是死刑 那麼所以這件事情就 這個決定了就決定了 好那apology 似乎整個審判的過程 就是到此告一個段落 那麼最後我們要說的就是 在這個蘇格拉底被判了死刑之後 他們讓蘇格拉底再講一些話 那麼蘇格拉底所講的話 蘇格拉底所講的話 蘇格拉底所講的話 蘇格拉底講什麼呢 他說大家判我死刑 然後他就說我對死有這樣的看法 那麼他說死呢到底是什麼呢 他說有可能是這樣也有可能是那樣 他說死呢是這兩樣當中的一個 那麼這兩樣當中的一個是哪兩樣呢 第一個 either it is an annihilation 死刑要不然就是什麼 就是化為烏有 死的一個意義很可能就是什麼 化為烏有 and the dead have no conscious means of anything 所以死掉的人呢就再也沒有意識了 什麼都沒有了 這個是死有可能是這個情況 這是第一個情況 第二個死呢 or as we are told it really is a change 死呢其實只是一種改變 並不是化為烏有 那麼這個死呢 是一種改變呢 指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 a migration 就是一個遷移 of the soul 靈魂的遷移 from this place to another 從一個地方 遷移到另外一個地方 我們把這個叫做死 換句話說死就是什麼 靈魂已經不住在這個身體了 他現在跑到別的地方去了 可能天國 地獄 彼岸 西方極樂世界 總之他是跑到別的地方去 所以蘇格拉底說 關於死我覺得有兩個可能 一個化為烏有 一個就是靈魂跑到別的地方去 這兩個 然後蘇格拉底接著就分析這兩個 他說這兩個看起來 似乎都還不錯 那麼首先呢 就是如果死是一個化為烏有的話 他說 now if there is no consciousness but only a dreamless sleep that must be a marvelous game 他說如果 所謂的死是沒有意識的話 那麼死呢就好像是一個不做夢的睡覺 不做夢的睡覺 對不對 因為睡覺 如果做夢的話 那就還有意識 那所以他是一個無夢的睡覺 無夢的睡覺 我們通常是覺得什麼 是一個好覺對不對 如果你睡一個好覺就是什麼 完全沒有夢 就是這個這樣的一種情形 那他說死就會是一個無夢的睡覺 那他如果是一個無夢的睡覺的話 days must be a marvelous game 他說死亡呢 就是一個很好的這個正面的東西 他說是一個game對不對 是一個獲得 而且是一個什麼 很令人驚異的一個好的的事情 這樣的一種情況 那麼原因是什麼呢 他下面講到理由 他說 because the whole of time if you look at it in this way can be regarded as no more than one single night 他說因為這樣的話 死了以後的全部的時間 那個時間的那個全體 你就可以把它想成是什麼 像過了一個晚上一樣啊 所以這看起來是一件蠻好的事情 我可以去什麼 睡一個沒有夢的覺 看起來是不錯的 這個是蘇格拉底的分析 他覺得如果死是化為烏有 那我等於就是 就是去睡一個完全沒有夢的覺 他覺得這是一件不錯的事情 那中藝本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把這個死後翻譯成叫做永恆 他說永恆不過是一夜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叫永恆 因為那死前就不是永恆嗎 那永恆不包含死前 這樣子還能夠稱之為叫永恆嗎 所以這個中藝本的這個翻譯 這個蠻奇怪的 簡體字的中藝本呢 則是把這個 Marvelous Gain 翻譯成叫奇妙的境界 這裡境界沒有那個 Gain 那個正面的意思 蘇格拉底意思就是說 如果死就是一個無夢的睡覺 那其實是一件好的事 正面的事 那他直接只是把它翻成境界 我覺得好像不太合適 另外呢就是他把它說 如果你們這樣看問題的話 這裡沒有什麼問題對不對 所以把它翻成問題也是一個奇怪的翻譯 這個是蘇格拉底 對於死的第一個情況的一個 一個 一個 理解 第二個情況就是說 死並不是化為烏有 而是從一個地方 遷移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那他接著就說 這個 If on the other hand base is a removal from here to some other place and if what we are told is true that all the dead are there what greater blessing would there be than this gentleman 他說如果死就是到另外一個世界去 然後呢那個世界有所有的死人都在那裡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說哇這是多麼好的一件事啊 這是人多麼大的一個福祉啊 因為你為什麼 看到所有死掉的人都在那邊 那為什麼蘇格拉底把這個當作是一個福祉呢 他下面接著說 put it in this way 他說我用這樣的方式來說好了 how much would one of you give to meet Ophius and Muses, Hesiod and Homer 那麼這個Ophius, Muses, Hesiod and Homer 都是什麼 希臘的名人對不對 那麼這些人呢都已經過世了 那蘇格拉底說 如果死後我們就是到一個 王者共同聚集的一個世界去 哇那我們就可以看到什麼 很多以前活著的時候有名的人 我們可以去見到他們對不對 我們見到就可以見到他們 他說我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說 如果你能夠去見到譬如說 河馬對不對寫伊利亞的奧迪賽的河馬 你願意付出多少錢對不對 你如果現在我們活在這個世界 所以死了之後你一毛錢都不用花 你就可以去見到河馬 這是多麼好的一件事啊對不對 死了之後你就可以見到蘇格拉底 你就可以見到孔子 你就可以見到你在歷史書上所看見的那些人 這是多麼大的一個福祉啊對不對 所以這是多麼好的一件事情 那簡體制的中藝本 並沒有把它理解為那是一個福祉 他說請想一想你們當中有人 如果見到了奧爾福斯 穆薩歐斯赫西奧德以河馬 將會怎樣呢 這個將會怎樣好像有點驚恐 其實蘇格拉底不是 他說你願意付出多少代價 才能夠見到這些人 而死了就可以見到這些人呢 就可以見到這些人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他要說的就是這是一件很好的事 那麼這段引文的最後三行 他說 above all I should like to spend my time there 他說如果我到了那個死去的世界 我願意把我的所有的時間都放在那裡 as here 正如同我在這裡一樣 我在那裡要做什麼呢 In examining and searching people's mind 去檢驗 並且去尋找搜尋 人們的心靈 to find out who is really wise among them 去發現他們當中誰是有知識 有智慧的 and who only think that he is 以及誰其實只是自認為有知識有智慧 其實並不有知識有智慧 那也就是說 蘇格拉底的靈魂換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他更加如魚得水 因為他可以去問的人更多了 而且有些人是他可能在歷史上 就覺得非常崇拜 覺得他很可能是很有智慧的人 他一定要什麼 去看看他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智慧 所以 31 月這一小節的最後一句話 他說 His punishment is even better than free meals as a puritanium 他說他所得到的這個懲罰 還比他在雅典的選手村 免費住宿還來得更好 對蘇格拉底來講 他覺得讓他死 真是求之不得 他反而還能夠得到 更好的那個 所以蘇格拉底一點都不在乎這個死亡 這個是一個主要的一個原因 OK 這個就是這個在 Apology 的最後 蘇格拉底竟然說 大家判我死刑多好啊 我一直就想要 就我不知道死到底是怎樣 但是看起來這兩個都很不錯 尤其是第二個 如果死了之後還有靈魂 你會到另外一個世界去 感覺會更好 這個就是蘇格拉底 他在這整個審判 以及審判最後大家判他死刑之後 他的一個回應 我們今天的課就上到這個地方 謝謝你 我會任何人找到這個地方 請問他 和我一起去上層 我會不會很久 因為他會有很多的地方 他會不會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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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感谢观看